我們來到沙田溺原村的聖記免家 大家可以坐火車來到沙田站 基本上都可以 兩邊出口 你隨便其中一邊都可以 出來之後就直走 走到盡頭電梯面前 左邊有個走廊 我們就沿著走廊直走 我們就要到對面 即是這條天橋 本身這裏就有一條天橋 現在正在裝修 我們就要走前幾步 在前面那條天橋繞過去 我們就要走過去了 剛才呢 我們就在對面那裏 應該在這裏一直走過去 那條天橋正在維修 唯有繞一圈 在另外前天橋那裏 走過去 也要走過去 來到天橋進頭 我們看看 前面這位置 直走進去 就是聖記免家 我們就可以在 前面這裏 走樓梯進去 地下那一層 他們的琴現在放在房間的那邊 他們早上下午叫做聖記面家,晚上會做火鍋 所以晚上叫聖記火鍋,他們的琴就放在這裏 其實他們的環境都挺棒的,這樣大家還可以在這裏訂場 晚上在這裏打火鍋,可以在這裏玩音樂 這間聖記面家,周圍都充滿著藝術品,很有藝術氣氛 大家下次過來,就可以過來吃東西,參觀一下他們 順便可以在鋼琴那裏留兩條毛 下一部琴,我們就來到香港大學 可以在香港大學地站A出口那裏坐電梯上去 之後出了地站,沿著這條天橋一路直走過去 我們就來到莊穴名樓 剛剛在港材那裏進來,旁邊有電梯,我們就在五樓那裏 在港材那裏就在港材那裏,就是這邊 這部琴來到樂富廣場,大家可以在樂富地站 從A出口 直走 直走到前面的牌 在這裏 就過去對面馬路 然後右轉直上斜路 到第二條天橋 旁邊 這裏有條電梯 我們就沿著電梯上去 上來電梯之後 其實已經看到布琴 布琴 就在這裏 接著 我們繞過這個器杖 在下面 就可以坐電梯上去 這裏 布琴就在這裏 待會兒